今天早上,厚恒流冠业廟接触服务15号开始为教宾高校起跑 以及在一个月来完成各个小的接触工作 其中,高校5、6年级的活动 经过3年的经历,终于在今年6月接触的对象 为了配合合身的主持,今天卫生局特别安排伊豪警官 真正厚恒接触接触 提出家长不但不记得家来小朋友的管理 以后因为真正厚恒,一个一个为小朋友时代流冠业 希望在流冠流行更放旗来临近 年轻人可以筛行逐账的对抗烂 建立10月份,早晚的天气越来越凉 每当过在高台的时刻,是变国尚街容易影响到我们健康的时刻 有人感冒,有人在流行先感冒 但是因为初期的镜中太过的时间 很多人都没啥了解,往往感觉不需要这件医疗就会自己好起来 好时代流冠的严重性,我们的应御就医,也算是医疗的严谨市医 流行性病毒,它的病毒致病率比一般的感冒强 尤其是在五年以下65岁以上 还有一些什么重大疾病或是安养院这些人里面 虽然我们现在A型流感有克流感这种药物 还有一些什么吸入性的药物,但它们的效果也不是百分之百 那流感疫苗还是最安全的方法 目前还是以打疫苗为主要这样子 微信教权的提前家庭不同的好时流感的严重性 现在这些是接触流感药妇的最好的时期 今天微信教权的中国年级的小朋友也来接触对象 因为接触药妇不只是可以保护自己,保护同学 当时也能保护出来的丁价和诱导,必须要受到感染 A市总共有21所国小,那从今天10月15号开始的话 我们针对国小1到6年级施打流感疫苗 那今年度的话首度增加5到6年级 所以呼吁家长在学校安排的时间点 当天刚好有不舒服还是没有到校的话 可以到家室74家的合约医院诊所去做补接种 微信教权,接触流感药妇是以往流感尚改有效的方法 所以在流感流行的规则来临近前 副合公企流感药妇对象的面穿一定要挂金 接触流感药妇才能提醒身体的保护力 西新新闻中右边王小山与二次採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